合一厂的一号机在去年12月的时候 10日的时候几乎税休 但是呢在12月28号的时候呢 他们的移速燃料棒从这个如星吊起 是要移到这个用户燃料池的时候 在进行这个过程的时候 竟然发生燃料数把手松脱 以至无法吊出的意外 核电厂最危险的事情是说谎 是隐瞒 原认会跟台电过去这些 自己关起门来做的噪音分析跟改善措施 根本就无法解决问题 说实在这个过年过得不大安心 连我们最近的居民有时候发生事情 还要靠媒体朋友发布消息 我们最后才知道 台电公司的总经理朱温成 出来具体的回复 特别是这个问题 切莫黑箱 公布噪音 公布噪音 这样的意外事件在台湾的核电运转上并没有发生过 所以这个问题台电没办法解决 所以它要出动美国原厂技术人员来台协助 利用特殊的工具才得以将这个燃料退出到用户燃料池 但是这么严重的事情台电更原来会隐移这个问题近两周 我们大家说的台湾人员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事情直到一月中才在民众的爆料下在媒体曝光 那在过年前呢 这个 同一这个来到报出示的这个噪音分析报告呢 要提出原人会审查 审查之后呢 它才可以重启 那到目前呢 还没有 还没有重启通过 解决这个问题就已经花了很长时间 但是台电的新闻稿都对外说 这是小问题 安全无疑 但是我们看到 它一路拖了这么多天的时间 然后呢 审查报告进了原人会之后呢 到现在也没有像我们这个社会大会公开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这里面的黑箱到底怎么回事 这样子的事件 它并不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去查阅合一的一号机跟二号机 它过去从民国九十九年以来 它的大修报告 从民国九十九年开始 合一一号机第二十四次大修 二十五次大修 二十六次大修 这一次十二月开始的是第二十七次大修 你可以看到从二十四次大修开始 它就开始有 第二十四次大修就七速燃料素 锁紧装置受损甚至断裂 二十五次大修也发生了 二十六次大修没有 但是这一次就发生了更严重的把手松脱 甚至到无法掉出 要出动到原厂来协助才有办法进行 那你可以看到它相关的管制的处置 每次都是要求台电做噪音分析 提出改善对策 可是下一次都还是继续发生 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到了这一次才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 从一个不敢据名的台电人员的地方听闻 目前台电他们很有可能是研判 是这一整批在燃料厂出厂的时候 出厂的时候这一整批的燃料就有共同的问题 所以我们其实不断的向原厂会跟台电在求证 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但是到目前为止台电跟原厂会依旧封锁消息 不愿证实这个消息的真伪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我们基于资讯透明跟公共参与的立场 我们决定要公开的提出我们的关键的试问 第一个 近年这么多次燃料素组件装置裂损的噪音究竟是什么 是不是燃料厂制造过程导致整批燃料素的严重瑕疵 如果是当时购入该批燃料素都有严重的瑕疵的话 那现在到底还有多少有问题的燃料素还在现在的反应炉内 台电是不是可以拿得出跟过去不一样的补救措施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那是不是现在所有有问题的燃料都要从炉子里面拿出来 第三个 台电跟原轮会能够保证若给予合一重启的许可 未来的燃料素绝不会发生同类型的异常事故吗 第四个 过去几次大修 原轮会与台电所做的处置都没有办法根除问题 但却在噪音会彻底排除的状况下贸然重启 轻忽问题的严重性 请问要不要追究相关决策人员的行政与法律责任 因为这些燃料棒是谁提供的 是法国的Ariba公司提供的 我说他说后来Ariba公司派了十个人来台湾 但我现在找不出原因 我说好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提供你们的那个水下摄影给我 他说有 但是没有办法提供 因为呢 他说理由竟然是 他们跟Ariba订的契约是 如果Ariba没有找出原因 他们不可以对外做任何的说明 你问他一下说到底Ariba公司他以前所提供给的 燃料素给其他的国家的核电厂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 你们的所有的这些包括在核电厂里面的这些设备仪器的录影 记录应该都是属于台湾属于我们国家的 凭什么不可以给国会议员 除了这一批燃料素的问题以外 老旧那个 反应炉 那个铁锈去刮破燃料棒 或是燃料棒 发生针孔 这些问题我想老旧电厂 也是一个照应 核一厂已经快要除疫了 再过两三年就要除疫了 他除疫呢 因为失事的储存 储存空间没有的 他要用干事 那干事呢 因为朱立伦现在要选总统 他不敢花这个所谓的干事储存槽的这个什么 水保证明 让他做干事储存 那不让他做干事储存那怎么办 他为了把事情 赶快把事情再拖个二十年 因为呢 因为他可以用一百一十几亿 刚刚天委员讲的 把一千两百素的燃料棒 赶快把它送出去给法国处理 给法国处理是怎样 将来那些东西又全部回来了 其实是没有解决 只是什么 暂存二十年啦 等于是暂存二十年 暂存二十年花了一百一十三亿 为了是什么 为了是让合一合二能够援溢 我记得我们去年曾经对核电厂一二厂有很多的质疑 我们提出两次申请 两次申请都不让我们地方的人进去 去了解一些问题 包括他的干除也好 反应如包括这一些所谓燃料棒的问题也好 完全以什么公安理由 视我们为报名 不让我们进去 我们在行政院也提出 是不是要有地方在地人的一个 类似一个监督的委员会 能够随时做监督 不愿意成立 目前像合一合合三已经进入老旧这个电厂的这样的周期 所以他的故障还有很多的事故的问题都会变多 但是政府却没有一套机制 可以让民间安心 我们说这叫合案的黑箱 他说怎么样的审查 怎么样的机制 是不是有这样的委员会让地方民众 关心的团体或民间社会能够知道 及时知道这些障碍的存在 也让我们政府是如何解决这些障碍 他的资讯是不是公开 目前为止都没有 一定要非逼到有人爆料之后呢 他才不得不赶快承认 我们觉得这样的过程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是一个黑箱的机制 所以我们这边要呼吁是 他要公布噪音切磨黑箱 甚至他要提出一个 这个真正可以可以在审查过程中 纳入民间社会合理的监督跟资讯公开的机制 不然的话我相信 台湾民间社会永远都不会相信 我们目前政府所搞的这样的核电 为什么会有反合的民意这么强 所以这次我们要要求 现在他在审查的过程里面 就要把资讯公开 目前其实台电已经针对他们初步的分析的结果 其实已经向原来会报告了 我们要要求这个报告就要让民间知道 所以要让民间来提问 到底你的做法合不合理 你必须要回答民间对你做法的质疑跟提问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做法是OK的很严谨 可以回答民间的质疑的话 那为什么不敢公开 为什么不敢让民众在过程里面就监督 而要说这种 最后我们会公布通过的审查报告的这种说法 我们要说这对我们来说叫做自己关起门来做的噪音分析 我们是拒绝这样的东西的 对